小剑廷問老師的問題有比較多 他說這都是有關香蕉的事情 老師 這個關於香蕉的防疫病 最關的問題就是香蕉已經有結果 但是黃蕉杯已經發作 這段時間來做風景也有效 再來是有關訓狀牙包感染 比較有效發展的成功比例 包括發展的過程 是不是有需要立頭牌 或者是說放在營糧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覺得成功後直接噴在 我們整整個香蕉 或者是注重它的進步 每一整個香蕉手分量要多多 另外呢 我覺得成功噴要消失嗎 最後一個問題是 有關農林菌跟牙包感菌 可以到處來使用 或者說要相隔多久才來使用 這個問題雖然很多 但是這沒有結束 我們只怕香蕉而已 那麼第一 是有關禁酒 如果是說到黃蕉杯 這個時候你來風景 風景不是在風景這場 就是說旁邊是不是比較不會吃力 到目前為止 這個黃蕉杯沒有一個比較優好的 一個這種風景的效果 包括我們像用這個殉狀牙包感菌 我們這個殉狀牙包感菌 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如果是社長有去拍攝 其實有一段時間 就是說它 依靠那個空性 你說用殉狀牙包感菌 就不會對這樣 不會 一般來說是沒有 沒有這種 一個 就是說 基本上 它沒有那麼好用 如果那麼好用 我們就拼了 全世界我們就賣翻了 但是 比較實時為一定的這個 這個效果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你一稍微做一件 了解到 這基本上 是有這種的一個情形 在這裡 那麼 在這裡必須要好朋友 知道到 就是說這個黃蕉杯 如果是對到 這通常 我們在管理上 就是說 不要給它擔當 並說這張 你把它放下去 然後 一般 如果是已經在買 可以拆收了 還是說剛才 並說已經結局了 然後再拼看看 拼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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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再拐不 通常這三兩市的感覺 平均也會變壞 不然如果是比較嚴重 一直放下去 之後 通常那種的 知道不好 我們就不要去跟它擔當 所以說 它那個營業也不要漏 還是怎樣 但是 最大的發明之後 最大的重要 這個地方 不是說用什麼油 去處理 還是什麼 那樣 那不好 所以通常我們會去跟它 用 殺草劑 用這個殺草劑 讓它 並說你跟它 用 煮的 煮在 裡面 讓它整個 打死 打死後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去把它拆開 並說我們用 這個佳林薩伊本安蓮 用這個五十杯 跟它煮煮 煮煮完之後 它的印比較不會黑白 因為這張 如果在紅葉片 他附近 可能 如果再補印起來 比較容易到這個黃葉病 比較容易到這個紅葉片 所以這個 一般來說 這個一張 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太有效的 一個 這個 好個 所以這是在這裡 必須我們好朋友 知道就是說 它如果是發病 那就是拼看看 一個 並說 在這個營養上 可以讓它 並說在材廳上 我們還是比較乾淨 這塊 這塊 比較有這個 有肌肥比較多 這通常 它 進步 感染到的 這個肌肥就會變小 所以 但是已經 中拼了 最主要就是不要 餵到旁邊 所以我們 灌一些 這個 殉狀藥保管菌 這通常是有 這種 這個 這個 好個 這通常是這樣 所以說 它只能延緩 如果能夠延緩 發病 這樣就已經算有效了 這 目前來說 是這樣 第一 這個殉狀藥保管菌 要發射很簡單 100公斤 100公斤 100克 這 100公斤 100克 這就是 你說 你發射有的人用50 就是 這個 健人健智 糖5% 大概 100公斤 一個 水用5公斤 一個 二三個 黑糖 更好 這個 糖 也不緊 大概 5% 不要超過 這個比例 就是我們目前在應用的時候 你看100克 你可以 變成 100公斤 100公斤 你在應用的時候 還可以稀釋50倍 還可以稀釋50倍 因為 一般是差不多七天 大概是七天 夏天大概是七天 冬天就是大概 七到十四天 你要拿上當都沒關係 十到十四天 肯定會比較慢 一順 對著運動 如果七天 就可以用 甚至價錢就可以用 只是說睡省比較少 你要是七天以內把它用完 它的效果都可以 放大倍率就很高 因為你把它吃太久 它會比較容易鈍化 就是說 它原地的一些感染 因為我們 用這個 殉狀藥保管菌 最主要是 要 給它內生 可以蓋住這個 金椒的一個體內 而且在金椒的體內 的時候 它跟金椒 跟造物的這個 本身聯合 產生一個 一個 一個抗病性出來 這樣 所以是一個 它最大的 這個效果 100公斤的一個水 用5公斤的糖 用100克 100克 這樣就很省 有的人 再減一半 不用了 大概100克 你這個效果應該就很好 在這個第三個 就是說 在這個發酵的過程 不要打印 放在這個陰涼的地方 但是不要太冷 因為冷 它發酵的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我來 通常就是說 不要直接晒到太陽 因為打烈對這種 菌的直接效果 比較沒問題 所以放在 不要晒到太陽的地方 我們說的不要晒到太陽 就是不要直接日照 不要直接去打烈 如果打烈 你稍微把它蓋一下 譬如說寒冷 寒冷 如果有打烈的地方 是不是 打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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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電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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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再来就是说在法农以后 你还是噴藏 还是说最重要就是在藏头 藏头金布的这个所在是更重要 就是说我们有在饮水 还是说你要下去 并说你流整趟的饮水的时候 你总要对水走进去 100克你用1分底 你够赚1分底来用 甚至可以用到5分 有的人是用到5分底 他每次喝水就去咬 我是觉得不需要 你用更多的 他的金布 在用的这个料理 你已经发账过了 所以这个量就很便宜 你自己可以去诊所 这1分底开起来可能没几十块 比如说你若是他 他现在这种1分底不用100块 100克 100克你就做1分底了 1分底好像100块而已 所以你若觉得我就发1趟 我5分 你1趟就5分 做1分分配 可以用完 你后1分 你用的这个时间更密集 一倍一倍 所以这种应用 所以这没有被疏的关系 但是在用罐头的效果的美粉 比较好 就是纯粹在防疫病的一个 乙虹罐头的效果 比较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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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 所以这在这里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到 他应该是效果上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这在这里 稍微做一个参考 那么 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到 基本上是这种的情形 那么 在这个应用的一个当中 应用的当中的 罐头 这效果会好一点 那么 发酵成功了 这是不是要稀释 你要是要用盆 可以稀释到50倍 就大概50倍 你一档水变50斤 100公斤水变50倍就变5斤 这样就已经很好用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在这里可以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到 就是说 稀释 大概你如果是噴效面稀释一个会比较有效果 你就择这个用量 然后产典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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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比如说你要管东西做下去 但是这个发酵的这个规定最好分两次 比如说我 但是说没那么多汤 不然你这边用荣林菌 後一邊用殉狀藥寶感菌 這邊用榮林菌 後一邊用殉狀藥寶感菌 這個殉狀藥寶感菌比較沒在那個時間 如早用口課如何 榮林菌有可能就是說 剛種下去 剛在生長 剛在開花 一種生長的前期 口課會比較好 榮林菌 殉狀藥寶感菌就是說你如何生長 用口課就如何 一段時間把它補一下 所以這個時間就比較沒一定說要計多久 所以很重要 這個地方讓你稍微做一下參考一下 簡單來說是這樣 這個情形提供我們主義提前朋友 在這台北上 你可以稍微來改這個應用 有很困難 隨時和我們朋友稍微做一下探討 子餅 我來分享一下 是